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28号至5月1号不要参与这些地区的任何集会 针对法庭发出提令一事 阿美加证实警方已在今天中午12点08分 把禁止他出席集会的提令交到其办公室 他是在抗议的情况下接领提令 他认为428净座大集会属于合法集会 警方只有权威集会设下条件 但是没有权利拒绝 因此警方早前拒绝发出集会准令给竞选盟和申请提令的做法 已经违反2011年和平集会法令 另外吉隆坡总警长纳杜萨里坚定语气表示 警方有听令在手 任何人进入独立广场范围一律抓 他强调警方仅阻止群众进入独立广场 而在其他六个地点或吉隆坡城中层聚集者 或者穿黄衣者不会受对付 但将采取行动对付游行者 同样的吉隆坡市长阿姆弗亚 预见明日428净座大集会 或会爆发冲突等安全问题 因为有关集会已经出现两大冲突 因此他认为坚持游行到独立广场的竞选盟 必须负起责任 与此同时 市政局今天凌晨3点25分 展开清场行动 把占据独立广场的 废除高等教育基金贷款大专生 及占领独立广场参与者 全部请离广场 并于清晨关闭广场 这项行动是随着吉隆坡市长阿姆弗亚 昨晚宣布 从今天凌晨6点开始 关闭独立广场 至后天清晨6时而展开 当时在广场上的约50名青年男女 被官员要求离开广场 他们过后转移阵地到广场对面 大钟楼前面的行人到聚集 并在地面上铺上草席或塑胶布 或坐或趟 不过他们没有扎营 市政局官员也出动拖车队 通过扩音器指示 所有车辆或摩托车 停在路边的车主把车架走 以免车辆被拖走 新趣2.com将会直接 428大集会带来更多最新消息 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鲜河北京 厚派 北京 感谢观看